美國總統奧巴馬的發言人歐萊斯特說 特勤局人員在白宮院內發現了一個據信是小型無人機的裝置 歐萊斯特星期一對隨同奧巴馬和第一夫人米歇爾訪問印度的記者說 這個裝置看上去並不會對白宮的任何人構成威脅 他並沒有透露發現這個裝置的具體位置 只是說特勤局會隨時提供更多資訊 目前還不清楚當時奧巴馬的兩個女兒是否在白宮